我们都知道物极必法的道理,那么在苦思中,很多情况下,我们也能够看到此类的行情走势,有必要极砖,又比较有机会的此类的行情走势,那我们能够同中获利呢? 肯定是有的,并且还是比较可观的获利机会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比较简单,并且非常有效的抓涨停或连续涨停的战法,也就是阴急扬回战法,听到名字,我们已经知道肯定是下跌行情到跌不动的位置就会迎来丧涨,是的,可以这样理解,那么有没有比较专业的解释呢? 有的,那就是我之前四频讲到的筹码分布,就能够很直白的反映出产生的这种现象,骚后我会结合盘面来给大家一起来讲解,此战法背后的逻辑也就是股价在年续下跌之后,在跌无可跌的情况下,就会产生支撑位的支撑,只要跌到支撑位,就会触底反弹,那么在反弹的趋势中,我们只要把握机会,就可以获取到稳健的盈利, 第一次看四频的朋友,可以点赞加关注,老铁门就点赞收藏走一波,我们在使用此战法之前,需要把握四个最基本的条件,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四个基本条件,第一点,股价从高位下跌,跌幅必须要达到50%左右, 也就是说股价前期处于高位,之后持续下跌,跌幅要超过50%左右,也就满足了我们阴急扬回,暂法的使用条件,第二点,在底部,逐渐双底或多重底, 一般股价下跌之后,会在滋存位附近会有连续的调整,那么调整过程中,就会产生双底或说多重底,只要有双底或者是多重底,也就满足了我们使用阴急扬回战法的第二个条件, 第三点,底部低位相对于前一个低位要上移,在底部产生双重底或说多重底,必须是右边的低位,始终要高于左边的低位,也就表明下跌趋势转向了逐步向上的趋势 第四点,只要出现大阳线放量突破压力位,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之后,股价在底部触底之后的反弹,也会产生突破, 那么我们只要找到突破位的放量大阳线,也就找到了我们精准的路上点,只要大家掌握以上四个基本条件,一旦满足,那么对于我们抓涨停来说,就会是最有效的保障, 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案例来给了亚详细的讲解,老规矩我们还是来看盘面,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个股在去年的8月10号,股价最高达到了11块3毛6, 那么经过两个多月的一个下跌倒吹一天,也就是今年的1月14号,那么股价跌到了4块2毛5,跌幅已经远超过了50%, 我们再来通过筹码分布来给大家解释一下,跌5可跌即是上涨的原理,我们可以看到筹码分布中,股价在跌到4块2毛5之前自连续的处于下跌搜音的状态,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,右侧的话,基本是没有红色的获利盘,全部都只剩下套牢盘,如果换成4里,被套之后,你会不会立刻抛盘出售呢?肯定不会,那么剩下的这些套牢盘,全部都是处于7售的状态,那么基本上也就没有了获利盘,只剩套牢盘,如果想要交易,也就只能交易套牢盘了,但是套牢盘又是7售的一个状态, 那么如何去破解这一种对峙呢?唯有股价上涨才能解决这一种对峙,也就是跌5可跌,变4上涨 解测完之后,我们再来看,股价在资中位形成双底,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,底下这一根是支撑线,那么在双底产生的支撑线 双底,右侧的这一个底,明显要高于左侧这一个底,那么也就满足了我们第二个条件,我们沿着两个底划一条线,就是支撑线,那么我们在W底的中间,这一个高点,沿日撑线水平再划这一条线,那么也就是压力线,我们可以看到,在这一天,放量爽停,之后直接突破压力位,那么只要突破下另位,我们就可以揭露,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一天的一个分数图,大家可以看得到,只要是开盘,我们就可以揭露,揭露之后,我们可以看得到,下午就直接拉自掌顶,直到尾盘搜盘的时候也是,一直处于封板的状态,那么,这一波利润,我们就直接可以拿到手,也就是说,只要我们把握精准的入场点位,那么后面,四天三板,30%利润,就可以轻松拿到手, 我们继续来看,这一次个股,股价在最高位的时候,达到了30块5毛8,随后调成了两个月,连续的下跌,一路跌到了15块7毛8,跌幅基本上也达到了50%,那我们再来看一下,到底的这一天,同样的是, 储宝马分布,99%以上都是套牢盘,那么也就说明了,跌无可跌,随后就是丧涨,那么在这里,也就产生了支撑位,后面回调过温中,又产生了一个底,那么也就满足了我们阴急扬回暂法的前三个条件, 接下来我们就去找突破点,怎么去找,已经教给大家方法了,画出支撑线,在WD中间追个高点,沿着支撑线,水平画一条线,也就是压力线, 词要K线,突破压力线,也就是再退一天,突破了压力线,并且产生了放量,那我们就可以录它, 只要我们精准路上,之后就是一波两年版,轻轻松松,20%的利润,我们就可以拿到手,最后这个案例给大家准备了近期的一支个股, 我们可以看得到,在3月17号这一天,它的股价达到了37.7毛顺,那么到最一天,也就是5月18号,经过短短的两个月,股价跌到了18.2毛6, 那么颠覆也是达到了50%以上,之后就在底部,逐渐的三重底,我们可以看得到,第三个底相对于前面两个底,它的位置是最高的, 那么第二个底相对于前一个底,也是逐步的提升了,那么也就满足了我们,底部逐渐上移的一个要求, 我们可以看到,在这一天,也就是5月27号这一天,它产生了一个涨停板, 第二天准备再次拉伸的时候,以由于前期这一段的套牢盘,抛压太大导致了拉伸受阻,不得不放弃了拉伸, 随后就进入到了震荡整理期间,之后就形成了另外的两个底,我们还是一样三底之间粘一条线, 那么也就是支撑线,在WD中间这个高位,我们再沿水平的支撑线,再粘一条线,那么也就是压力线, 此要K线,放量突破压力线,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入场点位,如果我们成功入场,那么随后又是一波两年版的涨停, 这20%的利润,我们又可以轻松的拿到手,我们要知道,针对于不同的行情走势,我们是有着不同的战法来应对的, 只要你们肯用心去研究我的战法,相信在不同行情中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, 以上就是阴急扬回战法在个股中精准的表现,如果觉得我讲的这个战法很不错, 希望大家长按点赞来支持,如果有任何疑问,欢迎大家随时留言,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,可以评论留言。